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等一下等一下 是你這個胸口有沒有 跟你這個宿主的比 等一下等一下 我剛剛前面不是講我就是改造作 你等一下所有的宿主 哈囉大家好 蝦老師 今天我們來開箱一個 小將寄來的東西 好像是他們最近 做好的一個作品 然後 要請我來開箱一下 喔 不得了 還是這樣裝欸 這是怎樣 那我們拿出來了 哇 它用這個 這裡面 這個裝得好像那個賭神裡面 交易的那種錢的金額 是嗎 不是一些白白的東西 這樣子裝啊 第二個是浮游泡 那這一下應該是本體了吧 想說給一個驚喜是空的 這個就是這一次 Metal Wars小將老師他們 所製作的 GK海牛的改套 然後整個製作完成的作品 那我們好久沒有開這種 完成的作品 那我們就來稍微組裝一下 開箱跟大家分享 你看這些分解鍵 光這樣看 是不是非常精緻 上面的細節 這是1比144RG的版本 然後這一次 他們套上了這個 算是 GK的改套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開 特別還要一直開海牛嗎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你知道牛跟海牛 在我們頻道加起來 一共有幾支影片嗎 讓各位猜一下 3秒鐘 2秒鐘 1秒鐘 一共有12支 就是牛加海牛 不管是 像是那個蛇丸的浪尾日記 或是像那個解體降機的牛 然後像之前我們有開過 也是Madewood師傅做出來的那個 算是MG卡板的海牛 也是GK改套 這一支將是第13支 OK 那這邊還有準備另外一盒 這是已經上了改套的版本 給大家看一下 喔 有一些是這種 原件的顏色 有一些又是像這種 比較偏紅色的這些 一些這種塑料塊 OK 大家一定很好奇的是什麼 我相信如果沒有製作過這種 新手製作過模型製作的人 應該會對這比較陌生 這就是所謂的 GK改套 像這支Madewood師 它就是針對 比如說外殼去做一個 改造 上面增加這種膠板的厚度啦 或是增加這種刻線的線條啦 讓玩家們只要用很簡單的方式 它的這個 公差其實算得很好 你看直接這樣放進去 有沒有 它都可以完成改造 就好比 像是那種 車有沒有 原廠出來 然後你就會改 前面的下巴老流啦 或是加尾翼啦 或是改側裙啦 大概就是這種概念 它原廠出來 像這樣有沒有 Made Wars開發的 像這樣子 它會分類好 比如說這是裙甲 然後裙甲的零件 我們簡單的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 像這樣 那基本上都已經開模出來了 然後會像 有這個 會有這個塑料口 需要修掉 那大家也很好奇 為什麼不會像 一般的這種鋼彈模型 它是一個在一個框架上面 為什麼叫GK改套 我相信大家應該不陌生 這種 GK這兩個字 就是Graduate Kid 它就是 源自於這種 原型師自己 很少量製造 生產出來的這種 改造零件 或者是這種 原創作品 因為它量很少 它的翻模方式 就不會像這種 鋼彈模型式 大量生產 它就是用這種 少量生產的方式 比如說 用矽膠啦 然後灌樹脂啦 然後去做一個 簡易的翻模 這邊都是有這種 湯口 有沒有 那種湯口 然後或者是 前面會有這一些 瑪莉亞 會有一些這種毛邊 都需要玩家去做修整 還有這種零件 它可能開出來 然後一整個缺角都是氣孔 它都不見了 這個都是玩家 要自己去 填補去修改 除了GK套件以外 他們還增加這種 設計 獨有的十顆片 我們知道 塑膠射出它的厚度 有一定的限制 它不可能到像金屬這麼薄 有沒有 這個差不多 可能0.5mm 那上面 就是很多這種花紋 有沒有 甚至於這種 小孔蓋啦 然後還有些這種 像這側裙裡面的內構 然後像後裙甲 這種金屬的細節 有沒有 都是用十顆片 黏合上去的 其實可以很明顯看到 這個十顆片 它完全看不出來 是這種金屬的感覺 有沒有 像側裙也是 它完全就是 跟本體融為一體 就感覺它是設計的一環 那這一些 就是所謂的這種改裝套件 你看光這一些過程這麼麻煩 你看 都是這種塑料色 樹脂色 那個圓形的顏色 然後 成型色 我媽要怎麼樣塗裝成 這麼完美的GK作品呢 這個時候 就來了一張 欸 Many Wars職業模型師培訓課程 唉唷 它這是用培訓的方式 它現在只要會員登錄 輸入序號 七五折優惠 這個課程聽說很猛 它就是 教大家除了 塗裝以外 比如說這種 GK套件 怎麼改造 怎麼修模 然後怎麼遮蓋 然後怎麼 保護漆塗裝 然後模型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叫它怎麼排除這些問題 很佛的一堂課 大家趕快參考下方資訊欄 那再來 我們就來將 GK件 跟已經圖好設的這兩個零件 組起來 跟大家分享 你看光它這個 算是 裙甲的這個進氣孔這邊 這些細節 非常精緻 還折那種 散熱葉片的感覺 你看它這個細節 你看它這個 它這個細微的分色 有沒有看到 上面這種 刻線 膠板堆疊 就很內斂 它即便 它這個內構應該 就是 原始成型色的內構 有沒有 然後它就是很細心的 筆圖啦 或是遮蓋 然後讓它分色 然後其實你看 它這個裙甲 乍看很像一個藍色 其實光這個藍色 它就已經跳了三個顏色 有沒有 淺藍 然後中間色調 然後深藍色 再來是後裙甲的內構 其實這個 框體 這個造型 好像是 原始的鋼彈模型零件 就有這個造型 然後外面就加四顆片 可是裡面內構 這些管線 它也是有做分色 讓它細節看起來更豐富 在這個胸甲的表現 有沒有 這個是我的手變成比例尺 就是我的手拿 才知道這是RG144的筆體 不然 如果你單拍 單看的話 它這個胸甲這邊的結構 根本就已經是MG等級了 然後你看像這邊的分色 光肩甲這一塊 非常精緻 非常精緻 然後你看肩甲整個分色的方式 上面這兩片小小的旗 它是十顆片 然後延續下來到中間 然後這一整片也是十顆片的延伸 然後這兩塊 它其實就是樹脂肩的立體物 有沒有 這樣去做搭配 然後分色 再讓我看看 就把它做到 這個時候就要拿出我之前已經 也是花了時間塗裝 還沒看過喬是件這個塗裝的海牛 右上角點一下去看完 好不好也是很認真很用心好不好 你看其實這些刻線我自己刻的 這些腿的一些 其實我這個也是改的也是不錯 我覺得他有一些元素也是參考我這邊的 我們這樣一次把這三件作品擺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先看到這一件 翘翘是做的這一件 他也算是就是塑膠模型 然後上面去做一些刻線堆疊一些膠板 然後去改造完成的一件作品 然後當然有塗裝有分色 然後在中間這個就是上了改套的甲組 那我個人也是覺得蠻喜歡這樣的風格 就是整個在製作過程的那種味道 就是很有那種手感 然後像這樣加組起來 然後又可以看到這種十顆片 哪些是這種金屬的感覺 哪些又是樹脂鍵 哪些又是保留原件成型色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外裝甲去做一個變化 再來到這一件就是這一次 Mate Wars算是為了這個線上課程 預備的範例 就是如何巧妙運用十顆片 然後又加上樹脂鍵 然後它的刻線分色 有沒有 你光分色你就可以看到這一個 這條腿上面 這個原型師在做這個 腿部分色的時候 你看上面寫著密密麻麻的編號 組裝這個算是樹組的時候 GK樹組的時候 很多這種會閃掉會掉的零件 在整個圖裝完成的過程 其實就變得非常緊實 然後整個重量感分量感要提升很多 然後其實這裡面應該有很多小小的美感 記得都在這一次 Mate Wars小家老師所開的這個 入門樹脂改套頂改攻略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等一下等一下 你沒有要講它的細節嗎 什麼細節 有啊剛我不是講過 通視這個胸口有沒有 跟你這個樹組的比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我剛剛前面不是講我就是改造作品 你等一下說我是樹組 我以為是另外一支影片 好啦 其實很明顯可以比較出來 光是胸口 我們做一個比較組 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 胸口這些 就是我這個做的是比較素一點的設計 然後像這一次 GK改套直上以後 再加上這些細節的分色處理 哎呦 阿娘圍 這些上面這些細節 真的 長江後浪推前浪 我這個前浪 就準備讓你們推在沙灘上 記得去上這個模型師培訓課程 對不對 你只要買這個課程加這個GK 你就以為可以做出來了嗎 沒有 你要去買喬老司的線上課程 有很多要買 這就是一種初步信仰的建立 好不好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不是只是一個課程 不是只是一個GK套件的設計 也不是一個模型塗裝的技巧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信仰 OK 那還想看喬老司開了什麼有趣的商品 你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希望你們可以點擊一讚 那記得趕快去加入 MEDOWARDS小江老師的模型師培訓課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說不定這樣一比人家發現我做的比這個厲害 你覺得 有沒有這種可能 差那麼多 什麼 有人家覺得是宿主 你說我的那個宿主 你老是 去看我那影片 我已經改過好不好 我這也是 好不好 我們還是要推廣一下我們自己的線上課程 喬老司線上課程 反正我現在 第一排放小江 第二排都放喬老司線上課程 還有我們線下課程 記得先從喬老司的基礎課程上去 對啊 所以還是要有些基礎 才可以去上這個GK 沒錯 然後其實小江老師也是 都是學我的那個線上課程長大